这个小男孩人生第一次坐飞机 兴奋莫名的他举起稚嫩的小手 对准了旁边的中年男子 男子十分配合的低头装死 小男孩开心的笑了出来 紧急着男人对着小男孩举起了双手 一副手铐就这样显露出来 小男孩吓得一哆嗦 差点就尿在了椅子上 一旁的母亲担心安全 干净喊了空姐询问隔壁戴手铐的男人 会不会伤害大家 空姐玩儿一笑 放心他手里又没有枪 但是我有 说完就打开餐盘掏出手枪 一枪一个 把押送男子的FBI送去见了上帝 打开手铐的中年男子 接过一把手枪 静止走进了机长室 开口道 这里谁说了算 机长下意识地回答道 当然是我 现在呢 两名副机长一口同声地表示 大佬您说的算 非常好 现在我宣布这架飞机被我打劫了 就这样 这架飞机上的乘客 火锅都还没吃上 就遭遇了藏无人道的打劫 打劫他们的男子 相互人称张马子 由于每犯一次案 都会去整容医院换一张脸 至今人没人知道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几天前 张马子正躺在整容医院换脸 忽然一群FBI 踹开门冲了进来 面临绝境 张马子只能选择装苦玻璃 跳楼逃生 这所谓服务双制 过不担心 张马子刚甩掉追击的警察 就碰上了一起车祸 卡车上运载的框泉水桶 纷纷砸在了地上 成功堵住了他的求生之路 就这样 张马子被追上来的警察 按清了警车 眼看着就要去监狱 领一份永久翻票 张马子的手下 亲戚之下 干脆买通了空姐 安排了数名轻锐 偷偷潜入这班飞机 突然袭击之下 押送张马子的FBI 全部见了上帝 很快张马子的团队 就控制了整个飞机 并且嚣张的拿起机长的话筒宣布 喂喂 大家好 我是一名专业的劫匪 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你们已经被我打劫了 希望大家保持安静 听从我同事的安排 否则 你们之前购买的人说保险 恐怕就要生效了 顿时飞机鸦雀无声 为了保命 乘客们全都进入寒蝉 除了正在休假的警探老黑 这个皮肤有黑 正在厕所打电话的男人 叫做老黑 此刻他所乘坐的飞机上 发生了可怕的暴力截击事件 作为一名警探 他第一时间 就用飞机上的电话联系了同事 可惜电话还没接通 他就被劫匪发现 心急之下 老黑只能装作十分害怕 高举双手退了出去 劫匪自以为控制住了局面 伸手想要拿电话 老黑趁时拿住了他的手腕 哈一声将他按进了马桶 请劫匪吃了一顿新鲜的 又给他按在墙上 一通熟食 直到张马子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老黑这才夺过劫匪的手枪 停在他的脑袋上 希望跟张马子谈判 结果丧心病狂的张马子 根本不在乎多杀几个人 只见他随意拉住一位乘客 一枪就送他去见了上帝 没法子 老黑只能放下了手枪 随后一个闪现 就带空姐跑到了后舱 随后便乘坐电梯 下降到了机械舱 谁承想机械舱的管理员 也是张马子的同伙 接到老黑后 二话不说 掏出小刀就要袭击 好在老黑身手敏捷 动作潇洒 一套组合拳下来 管理员当场就晕了 失去灵活性的管理员 成了靶子 被老黑一脚KO 紧接着老黑进入了电控舱室 十分熟练的拔掉了飞机的燃油管 很快飞机就失去了动力 张马子为了保命 只能选择就近的机场迫降 就这样 老黑略是小急 就把战场从万米高空 换到了地面上 但是张马子并不甘心失败 他安排手下 从维修通道摸到了机械舱 就在老黑拉开机械舱的逃生通道 竟然让空姐先跳的时候 劫匪忽然出现 一把抓住了空姐 随后一脚就把老黑揣了下去 老黑连续翻滚了好几圈 这才躲过了飞机轮胎的碾压 龟头土脸的他 好不容易爬起来 一辆警车就开到了眼前 老黑赶紧解释说 不要紧张兄弟 我也是警察 结果白人警察根本不吃这一套 我看你长得就不像好人 还敢谎称警察 靠起来就这样 老黑被白人警察一个膝盖杀 差点就丢掉了小命 只能任由他们押送自己 见了现场负责人 见到负责人 老黑赶紧到苦水 说自己堂堂一个警探 先被自己人给抓了 而飞机里的劫匪 却还在逍遥法外 结果负责人 根本不听他的解释 一看他的扶死 就下令手下将他送进监狱 关上半年再说 另一边 张马子也知道飞机落到地面 他被抓的概率会伤伤好几倍 因此他直接通过无线电联系警长 要他五分钟之内 给自己准备一辆有贯车 给飞机加油 否则他每隔三分钟 就会干掉五名乘客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张马子当场就丢出去一具尸体 警长并没有松口 一直托辞说自己没有权限 只承想熟悉心理学的张马子 直接抛出了重磅炸弹 这可是一百多人哪 警长仿佛看到了升官发财后的自己 笑出了讹叫声 赶紧擦了擦口水 下令油灌车靠前给飞机加油 张马子也非常讲信誉 果真开始释放乘客 看到乘客们纷纷走下飞机 警长嘴角也尖尖上脚 这时候张马子带着两个手下 偷偷从检修通道下了飞机 大药大摆的混入了人质之中 离开了机场 此刻正在被押送的老黑茶 觉得张马子要跑 干脆趁两个警察不注意 一个偷袭打晕了他们 抢了一辆摩托车就追了出去 张马子三人为了方便逃跑 干脆潜入了急事之中 看起了马戏 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 结果老黑运气爆棚 误打误撞走进了马戏团 张马子还以为老黑发现了自己 立马开枪射击 老黑身上根本没带武器 哪里还敢待在原地 一个翻身出了帐篷 就钻进了摩天轮 张马子的手下不甘心 立马盼着栏杆爬了上去 好不容易爬到顶 一抬头 却发现老黑消失了 这时候老黑出现在他的身后 一脚就给他踹了下去 一头栽到地上 当场就领了河饭 紧接着老黑抓着围栏滑了下去 一路猫着腰躲到了旋转木马上 瞬间位置就变得飘忽不定起来 张马子不信邪 非要打一通把子 一缩子子弹下来 木马打毁了好几个 老黑却毫霸无伤 并且趁着张马子换子弹 飞身将他扑倒在地 神勇的警探老黑 再次将劫机头子张马子 押送回了警局 结果张马子邪闷一笑 淡定的开口道 自己的同伙依旧控制着飞机 只要半小时之内 没有收到自己的消息 他们就会干掉飞机上 所有的乘客 此时警察局长终于赶来 老黑的身份得以证实 在听说张马子 要干掉生余的乘客后 他当场拍板 答应释放张马子回飞机 局长的计划非常简单 那就是安排两个警察 押送张马子 等到飞机舱门打开 立马就冲进去 干掉生余的劫匪 为了保证计划的安全性 他还调了好几名狙击手 过来控场 只成想张马子有个手下 混进了狙击手队伍 这边舱门刚刚打开 他便率先开枪 当场把两名警察击毙 张马子则趁机返回了机舱 老黑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直接冲过去 枪毙了单感还击的狙击手 这时候重新加满油的飞机 已经开上了跑道 准备起飞 老黑赶紧指挥警车追上去 他趁机攀上飞机的起落架 再次进入了飞机的鸡血舱 这次为吃一欠 长一智 张马子吃了鸡血舱 没人的亏 这次直接安排了最能打的手下 长毛守在这里 再次见到老黑 长毛也是十分无奈 只见老黑一击鞭腿 打飞了长毛的枪 长毛则捡起一根高尔夫球杆 对嘴老黑的脑袋一通敲 老黑边打边退 终于躲进了狭窄的货架 趁着长毛施展不变 一招翻身躲滚 抢过了高尔夫球杆 对着长毛的下三路重来 长毛大意了 没有闪 几招下来却淡毁人亡 紧接着老黑又通过机球通道 返回了机舱 一记手刀就打晕了叛变空姐 这下机舱里 就剩张马子一个劫备还能活动 俩人在机舱相遇后 立马开启了单挑模式 俩人为了抢夺手枪 瞬间便搂抱在一起 结果擦枪走火 打穿了飞机的玻璃 半米高空中 机舱内瞬间施压 仰气面罩纷纷落了下来 乘客们刚准备伸手拿 飞机舱门就被吸了出去 失去了舱门 机舱里的环境瞬间恶化 张马子本想拎着老黑将他丢出飞机 结果从来不将武德的老黑 抬腿边对着张马子的下路招呼 段子绝孙脚 佩克抠眼珠瞬间占了上风 最后一招蹬鼻子上脸 成功把张马子踹出了飞机 就这样 在老黑的骚操作下 飞机成功返回了地面 而老黑也得到了空姐的青睐 然而从此 过上了没凶没躁的幸福生活 至此 选剧中 电影《寻歌汉将》 是1992年上演的爆米瓜动作电影 虽说没有现代好莱坞动作片的强悍特效 但是黑人动作演员 斯奈普斯的精湛表演 以及逻辑在线的警匪对抗剧情 还是给了观众不错的观影体验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